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传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欢迎收听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团言大名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医生你好 Della好 大家好 今天我想你帮大家听众分享一个情况 一个问题 相信没有什么人就没遇见过的了 那就是喉咙痛 喉痛 听起来就好像很普通啦 很常见啦 但是有时候有些问题都要搞很久的 那相信呢 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些 就是又快趣又方便又有效的 同类疗剂给我们的听众呢 解决这些问题呢 那相信大家都认识的啦 或者经历过的啦 咽喉痛 那 那很多时候呢就可能和病毒有关的 也都可能是有些我们叫做那个细菌感染 那当然啦 那最常见的症状呢就是痛啦 那不同程度痛啦 有些是很轻微的痛 但是当然也都很痛得很厉害都有的 那有些有些有些情况呢 那些痛呢就会伸展到去到耳朵那里的 那当然啦 那这通常都是属于我们叫做上呼吸系统的症状啦 那也都很可能是因为脂气官员啦 或者是可能是感冒啊 那样引发的 那大家都知道啦 今次的新冠的其中一个最明显 最第一的症状呢 就是喉咙痛先啦 这个是一个第一个是这个感冒的症状 那当然啦 很多的感冒呢都 就是喉咙痛呢 都是都是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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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么重要的啦 那当然如果你不理他呢 如果万一你那种感染 那种细菌 我叫做beta hemolytic strep throat 这些这样的细菌的感染呢 那很可能呢 会导致那些我们叫做 Rheumatic fever 那些风湿热啦 或者跟着呢 关节痛 那这个就是很多后遗症都有机会 那当然也有时候有些人说 哎 会可能会影响你的心反啦 那当然这个呢 就是很少出现 但是都是一个 一个可能出现的后遗症啦 好了 那遇到这个的喉咙痛 那当然第一时间呢 望文文切啦 经常和大家也要记住啦 那先看看看真一点 那个是 看喉咙啦 看看是不是有些 颜色的改变啦 还有呢 是有没有那个扁图线啦 就是两边喉咙两旁的扁图线 有没有肿胀啦 那如果看到喉咙呢 看看有没有可能 有些 有些化膿的水泡在那裡啦 那还有呢 有没有其他的 的痛的位置啦 那通常问一问一下 就是问一问个病人 哎呀 这个喉咙痛什么时候开始呢 对不对 那还有呢 是什么呢 就是为什么会开始的 什么令它出现的 那还有呢 就是 感觉怎么样 那还要看看 是哪里 哪一部分 还有最好 就是问清楚呢 它痛是怎样的痛 OK 那还有呢 有些什么呢 可以令到痛好些 或者舒服些 那还有呢 是烟饭有没有问题啦 如果你是有 自己有没有觉得 喝热水 冻水会有 会有影响 或者帮助 或者令到它更加差呢 那还有问一下 有没有其他的症状 那有些整体来说 有些什么好些 有些什么 令到它差些啦 那都要了解一下 那个人 那个病人的情绪 的影响到什么阶段 和他会喜欢吃什么东西 或者想喝什么东西 那所以 望文问切呢 我们很重要的 我们要看得清楚点 都要呢 就是问得清楚点 当然啦 我们在喉咙痛的时候 你去摸 所谓切呢 就是你可以摸一下喉咙 就是你按一下它 是不是很痛啊 有没有肿胀啊 或者扁桃腺 有没有肿胀啊 可以摸到的 但当然 最重要呢 都要聆听 OK 听那个 就是你问他的时候 病人会解释给你听 比如那个病者 患者跟他说 其实我的痛是来得很突然的 很快手的 因为我外面是冬青 或者是冬天干燥的天气 突然之间出现的 那这个呢就是烏头 Aconite 这个是烏头 我记得 我以前呢 我每个 聖诞假呢 我都回来香港的 那 回来香港之后呢 我就住在我自己 有另外一个 公园那里 那很多时候呢 那很多时候呢 我发现呢 回来香港呢 第一个早上呢 起床呢 后来会很痛的 嗯 那通常我就吃一只烏头 因为为什么呢 那在加拿大冬天也好 地铁有暖气 商场有暖气 那没有什么 没有理由会冬到的 但香港呢 一般的家庭呢 都不是那么轻 就是用开暖气的 那就是很明显呢 我回来香港呢 第一晚呢 就睡在一个 就是没有暖气的房间 是不是 那所以一早上起床呢 就痛得很厉害 这个我自己 很亲身的经历 那我通常呢 就一剂烏头 几分钟就搞定了 就不痛的了 好了 那烏头是其中一个 因为受寒 干凍的环境 那香港一般都是 平时都很湿热的 那相对呢 就冬天就会比较干凍的了 是 那另外一种情况呢 你看看 如果那个人说呢 他说 我的喉咙好像很肿的那种感觉 很肿的感觉 尤其是在右边呢 唯一一样东西可以舒服一下 就是喝冰水 喝冬水 那这个症状是什么呢 这个疗剂呢 就是黄蜂 Apus 好了 如果那个病者说呢 我的喉咙真的很痛 尤其是在右边 而且是感觉很热的 又干又热呢 这个呢 就是丁茄了 Beladonna OK 如果你发现呢 他说呢 就是我喉咙看上去呢 我看到呢 其实有些龙头在这里 而且我发现呢 就是从来没试过痛都这么辛苦 这种痛是很严重的痛呢 那这个疗剂呢 就是hepasulf 是那个流化 流化开 hepasulfu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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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那个患者说呢 那个痛呢 是我左边的喉咙痛的 那么呢 就痛到呢 我基本上呢 就是很怕 连吞口也都很怕 在左边 我吞口水都不想吞的 这个呢 就是南美蛇毒 Lachesis L-A-C-H-E-S-I-S Lachesis 如果那个患者说呢 我喉咙痛呢 在右边痛的 开始的 右边开始 跟着去了左边 我经常呢 我只想喝点热水的 或者热茶的 那这个呢 就是Lycopodium 是石虫 OK Lycopodium 如果那个患者告诉你呢 我现在喉咙痛 我口气很重的 还有你看看Ly 嘎咙到底是厉弹的 还有有一种異味 有一种金属的味道 这个就是蝗 水韧的蝗 如果你发现呢 或者那个患者摸下去呢 咦 喉咙有些变图线 就是脚的 那一个人告訴你 我喉咙痛是右边的 有时候这种痛,当我吞好水的时候,这种痛就会走到耳朵 后来又摸下去,种种状态,可能有些扁图腺,有些腺体腫了 这个就是什么呢? Phytolacca,P-H-Y-T-O-L-A-C-C-A 我们中文叫阳霜露,P-H-Y-T-O-L-A-C-C-A 好了,在望文问测里面,我们可能已经知道了那个疗剂 应该是哪一种疗剂是对的 接着我就和大家讲一些简单快捷,遇到这个情况之下 如果你发现喉咙痛是来得很快,如果又有高烧的话,就想污头或者丁剂 如果你发现那种痛,喝凉水会舒服的 首先就试一下那个黄蜂,APIS 如果主要的症状也是很肿胀的,或者你看到喉咙钉 或者吊钟很肿胀,都是APIS,或者Phytolacca,阳霜露 如果那个症状是喉咙痛有很红的,红薄薄的喉咙痛 你还是想想,丁剂或者黄蜂 如果那个症状是一种很消气的那种痛,是右边痛特别厉害 痛到那个耳朵又痛,面又红红的呢 这个当然也是丁剂,Baladonna 另外一个,你想到,如果你的痛是倾向右边,有几种疗剂的 可以考虑,第一就是Baladonna,天蟹,黄蜂,APIS Lycopodium,石虫,Phytolacca,阳霜露 还有一个疗剂是Mercurious Iodatum Flavin Mercurious Iodatum Flavin 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颠化拱 这几种,我们所认为是属于右边的 如果你的喉咙痛是在左边的话,我们要考虑就是Lyces 那个南美蛇毒,还有一只叫Mercurious Iodatum Rubin 是红颠化拱,Rubin就是红色的意思 Rubin就叫做R,不是在right side,是在left side 大家记住一下,反而那个flavin就是右边 但Rubin,R字是红的意思,拉丁文是红的意思 R那个其实是左边的,OK? 好了,如果你发现那个症状是由左边开始 跟着移去右边,这个就是南美蛇毒 如果那个喉咙痛是先由右边开始 跟着移去左边,那你就在看Lycopodium 那个石虫了 如果那个喉咙痛是喝暖的会舒服呢? 那你第一时间就想那个石虫,Lycopodium OK? 那就是有几个疗剂的,那通常我用的是 每两个小时,四个小时用,一直都直至痊愈 那如果三个小时之后都不好,那就可以转疗剂的 那我们要求一般在这种情况,通常在一个小时 或者二十四小时就应该会见到效果,应该很快的 好了,那万一说我手上没有什么疗剂,还有什么可以做呢? 那相信大家都知道,浪厚,是不是? 就是用盐水浪厚,那这样,那或者如果你家里有金盏花 那个丁剂呢,那就滴滴,然后滴一茶匙金盏花 一般的月水,来到浪厚的 那当然呢,有时候呢,有些人会买到那些,所谓那些,那些 那些芯片,那些猴糖,那些都可以用的 但是呢,如果那些猴糖里面呢 就有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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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薄荷 或者安树,或者有张老成分呢 那这个就尽量不会用,因为这个是会 会干扰我们的疗剂,那个发挥它的疗剂的作用的 那所以遇到这种的猴糖呢,就尽量,就尽量避免它了 那当然了,维他命C,是不是?3000mg一天 那就是分开来吃,因为维他命C都是,身体会溶走,会排走的 那就可能呢,就每500mg,通常都找到500mg的了 那你可以每几个小时吃,每几个小时吃,那吃6次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经常都讲的 就是那个Echinacea,和Golden Seal,就是紫椎花,和那个甘蔭草 那这些很多健康店,多数个都卖的 我们绿庄健康店,都很多人卖这个尿剂的 那通常呢,就吃半茶匙,每两个小时吃 那一天吃到6次都可以的 那这些情况之下,当然呢,避免牛乳类的食物 牛奶,芝士,雪糕,更加不要斗 那甜的东西不要斗 那如果你要喝东西呢,可以喝点红楼白汁之类 这些是简单的,就是一种自然,就是家庭常用的工具 那麻烦阿妍先生,也都帮我们每一支疗剂,详细一点介绍一下 那等到听众可以再掌握得好些 那个怎么样运用的疗剂 那大家可以拿一支笔记下它,就是每一个疗剂的重点 那第一个介绍呢,就是那个烏头 Aconi,OK? 那烏头的正常呢,都是痛的,烫的,干的,红的 那通常记住呢,是因为暴露是一些干冻的风的环境,催生的 OK? 那还有呢,那个烏头的症状呢,是来得很快的 那可能有些发烧的 那这种情况呢,最好呢,在那个症状 那通常,24小时之内就要用的 那这个是第一时间,出现第一时间用的 那烏头的人呢,都有时可能有些少情绪上 感觉很焦虑,或者很不安的 那整个好像觉得有些问题 有些好像死亡就快来临 那这个都是一般的发烧,未必见到 那些觉得它的情绪呢,即是它不是一个很安长的那种感觉 那种感觉的,有一种有些惊惊慌慌的 那通常呢,它也都会很口渴啦 尤其是,就是喝水方面,它觉得很口渴的 那第二个的疗剂呢,我就会用那个 那个phytolac,阳霜龙 因为这个我自己的临床上呢 很多时候都会找到这个症状的 那通常你看下去呢,它那个龙那个呢 通常是暗红色,甚至会有些大蓝的 那看到它呢,又有一些浮浮腫腫的咽喉 那些痛呢,很多时候呢,就会伸展到耳朵 当你是吞口水的时候呢 那最重要呢,你会常常看到呢 是它那个颈部那些腾帖呢 那些淋巴腾呢,会有一些肿胀的 那还有呢,有时候那个病患者会跟它说呢 就是我喉咙好像有一个球,有一块顶着的 这种的感觉 那阳霜龙的人呢,是不喜欢喝任何热的东西的 那这个我也是经常用的 通常都是呢,它们喉咙痛得来呢 觉得一条颗都好像痛的 那这个呢,你就通常就想这个阳霜龙 那个phytolac,好了 另外一个呢,就是癫期了 癫期呢,其实呢,跟那个烏头都很相似的 那主要的症状呢,喉咙就是又红了,又气了 烧痛了,尤其是在右边 那尤其是呢,你会发现呢,是有发烧的话 就是有发烧呢 烧到可能102度华视,105度这样 那这个就更加是这个必容易需要用的那个癫茄了 那通常呢,你会看到呢,那个面部呢 是红了,气了,摸下去是干干的 那亦都是呢,那个症状是来得很快 那因为定期的人呢,有时呢,就有时呢 在发烧的时候呢,就分以那些神分尖语 在闻问罔罔罔的 那样 那,好像不漢, 的那样 那尤其是在右边呢,記着 在右边,那我就尤其是我典型的atable 那个颜球,颜球那种喉咙 ź菌呢 尤其是ṃ菌那种感染呢 那么,那更加是食用的 那通常呢,它就会 의一下呢 它就要是呢,就要是很口渴 喝凉水,要是一点也不口渴 如果他喝东西,很多时候会喝柠檬汁、柠檬水 他会比较喜欢的 另外一种,我想介绍的就是流化盖 Hippasulfurus 这个症状最主要是,那种痛是痛得很厉害的 是特别特别痛的 好像刀戒那种痛,很敏感很敏感的 还有,如果你有机会看得到喉咙 你会见到有些浓头 有些化浓的症状 痛得有些人好像针刺那种痛 有些木针插 有时他觉得有条鱼骨插在喉咙 其实我过去都曾经用这个疗剂 因为医治过一个病人,他在医院那里 在急症室里排队等 他可能等了很久,等了一段时间 不知道几时才能够看 因为这些不是一个急症的 可能等了一段时间,他等了一段时间 他来到我的诊所 我当时我问到他的症状 知道这个症状是鱼骨刺住 他可能以为我们医务所 我会帮他去摸鱼骨 我有一个表弟,他写了一本书 他是急症室的顾问医生 他写了一本书务 教医生如何去摸鱼骨 这个病人以为我会用这个手法 去检查,不然等了 在医生拔了就算了 其实我没有 我只会给他疗剂 他觉得很怪 他说是这样的? 你没有帮他拔了? 很快他吃了疗剂 不到半个小时,鱼骨就脱了出来 所以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疗剂 很多时候可以避免手术性的治疗 不需要用开刀 你可以用那个疗剂 可以处理这个问题 当然,希伯修就是痛得很交关 好像刺痛,好像心痛 有时候有些发炎,有些浓头 而且他很怕冻 病者很怕冻 很紧疹 好像很不安 很多投诉 而且你看到那些浓头 有时候有些味 有些臭褲 那些痴死味 他人就会包着了,很怕冻 风吹吹都不行 你看到他可能用毛巾包实 才会舒服一点 好,这个就是Hippa Sulpharis 另外一种,我们要讲的就是 那个黄蜂 整个黄蜂做的 有个黄蜂硬了出来 成为一个疗剂 好了,这个黄蜂的主要症状 大家都知道 被黄蜂针了 第一时间你会看到 主要症状是肿 所以黄蜂的症状是很肿的 你喉咙去看的时候 整个喉咙肿 尤其是喉咙钉 水中的症状是很肿的 黄蜂的症状是右边的喉咙痛 那种症状是刺痛 或者是症状的痛 喝凉水就会舒服一点 黄蜂的重心 很明显看到的 黄蜂在这个情况 通常的病者是不口渴的 不口渴的 而且他平时很劲力 很忙 整天都是找些东西搞的 好了 那接着呢 我就想跟大家另外说 就是那个 都比较 我根据我常用的 就是那个拱 水银 那拱呢 记住是水银 水银中毒 最近香港有出气 是讲水银毒这件事的 是讲日本发生的 是不错的 这个这出气的 那个评论很好看 我都挺好看的 那好了 那水银呢 当然是一个 世间的剧毒 差不多最毒的 就是我日常接触到的 那些元素里面 这个是最毒的了 那通常呢 就是那个喉咙痛得来呢 通常有口气 有口气 还有流口水 那当然呢 口感觉呢 就好像有些金属味 那还有有潰洋的 那个扁涂线呢 看到它呢 是有酷洋的成分 不单是口气重 它出大汗 还有体味 汗都是重 就是有臭味的 好了 拱呢 是可能 就是两边都有 如果你发现呢 是侧着于左边呢 那我就用一只呢 就是红颠化拱 就是mercurious iodatus ruba mercurious iodatus ruba 这个是红的颠化拱 就是在左边的 如果发生的痛处呢 在右边呢 我们就用 mercurious iodatus flavus 就这样叫颠化拱 OK 大家都最好记住那个英文名 因为始终呢 辽西呢 通常都是用英文去标签的 很少中文的了 OK 那当然 那个拱这个症状的痛呢 它就会整天都想吞一下口水的 那呢 就整天就会吐一些 就是喉咙里面 吐一些很大块的痰 那些 少少温度会舒服些 那如果它喜欢吃东西 那时候呢 它喜欢吃东西 就是平时脱下 或者那时候患病的时候 喜欢吃牛油面包 这种这样的食物的了 OK 好 那接着下一种呢 就是南美蛇毒了 OK 南美蛇毒呢 记住呢 主要是左边的喉咙痛 左边喉咙痛的 或者呢 喉咙痛呢 由左边开始 跟着走去右边 OK 那还有呢 这个南美蛇毒呢 记住呢 是吞口水很痛的 它不喜欢吞口水很痛的 而且呢 发现呢 是烟吞有点困难 那它平时呢 和它也有感觉呢 好像有个东西顶住 OK 那任何的压力啊 譬如你碰到它 触摸到它呢 它觉得不舒服的 那很多时候 你会体现呢 它那个喉咙的颈呢 那些衣服的领呢 会放松它的 就是它不喜欢固定的颈 那还有呢 那个南美蛇毒的症状呢 很多时候呢 就是睡觉的时候 会差一点的 所以它有时候很害怕 很害怕入睡的 因为很多时候呢 入睡就会差一点 那它又不可以触摸它 那南美蛇毒的平时 它人的性格呢 就是很多东西说的 很激烈的性格 那还有呢 感觉呢 有很多压力压迫感 这种压力压迫感 那这些都是南美蛇毒的人 那种人的本身的性格 好了 那跟着最后呢 就是那个 那个 那个 Nycopodium Nycopodium 是石虫 那Nycopodium 都是右边的喉咙痛 记住啊 右边喉咙痛 而且喉咙痛得来呢 它觉得喝暖水 热水呢 就会舒服 可能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它出了右边的 慢慢可能会去左边的 OK 喜欢喝暖水 不喜欢喝冬水 是平时喜欢吃甜的 喜欢喝暖的 这个呢 就是石虫型 这个主要的症状 好啊 那多谢袁医生 一口气帮我们介绍 那麽多谢的疗剂了 那相信呢 大家都记住了 那如果遇到这些 因为喉咙痛 真的是很常见的一个问题 那希望大家呢 可以掌握到那个 疗剂的用法呢 而将一些的常见的问题 都可以很简单的 这样呢 就快快快去去处理了 就不需要等到呢 就是刚才听过了 如果有一些是属于 细菌性的感染 都可以去到很严重的 后遗症 引申到很多严重的问题 那我们呢 都是建议大家 家中常给一些的 疗剂套装呢 有些什么问题 就可以及早医治了 多谢袁医生 今天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些 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电话 跟我们袁医生 做一个回诊 电话号码是 25773798 如果想查询关 一些疗剂 或者是那些健康产品 可以联络回我们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 28824848 而在海外的听众 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 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 csatnaturalhealing.com.hk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